欢迎收看老婆婷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 母亲太爱孩子的故事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 茉莉的最后一天 林太太之前是刘美归来的硕士 结婚生死后 她放弃了原本可以当教授的机会 一心一意在家当全职主妇 照顾丈夫的起居 负责孩子的教育 茉莉是家中的长女 品学兼优 性格温顺 妹妹则比较活泼 不受拘束 对学习不太上心 这天茉莉照常放学回家 在房间用工 随时突然哭了起来 然后静止走向阳台 众生一跃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房间里看书的妹妹 被吓得她哭起来 等爸妈赶来 茉莉已经咽气 茉莉的去世 给一家人带来了无尽的悲痛 特别是林太太 因为在茉莉身上 她清除了太多的心血 所有人都在感叹优秀的茉莉 英年早逝 而林太太心中 也有一个回之不去的疑问 那就是 茉莉为什么要自杀 没了茉莉的林太太 把希望全部转移到了妹妹身上 给妹妹安排更多的补习 叫老师在学校多关注她 妹妹觉得 被林太太压得喘不过气来 而林太太一边独处着妹妹 一边也在寻找 魅力寻死的原因 她翻遍了茉莉的东西 在她的书包里 发现了藏在领事包装里的病例 原来茉莉一直都在偷偷看心理医生 林太太找到心理医生 要她告诉自己 茉莉生前都清楚了什么 但是医生 以拒绝透露病人的隐私为由 挽去了林太太 林太太从医生那里 吃了闭门羹 就想到朋友的儿子 志雄在重施 人脑记忆这块的研究 说不定她能帮上什么忙 于是林太太找到志雄说 自愿当研究样本 志雄能知道 茉莉到底发生了什么 志雄疑欲了一下 答应了林太太 她先给林太太 签出了保密条约 然后读取了林太太平时在家 监视孩子们一举一动的视频 最后还给死去的茉莉 脑部注射了一种药物 让茉莉的脑细胞暂时活跃起来 植入芯片 这样林太太就可以通过机器 读取到茉莉生前的记忆了 初次读取记忆 林太太看到了茉莉的最后一天 茉莉在饭桌上被自己打击 写作根本没用 然后偷偷藏起了小说 回家后 茉莉看到自己在做作业 而妹妹在看课外书 之后 哭红了眼睛 起身跳楼 林太太被惊醒 但是仅凭这一段记忆 她还是不知道茉莉为什么自杀 回家后 她看到有个男生 在给她家里的邮箱里塞东西 打开一看 是高中生短篇小说的获奖新闻 于是她进行了第二次读取记忆 原来那天茉莉和这个男生 一起去参加一个作家的签售会 并且鼓起勇气对作家说 希望她可以看看自己写的东西 作家欣然答应 在活动后抽出时间不能看看 但是当活动结束 林太太就不断发短信 打电话来吹她回家 茉莉知道 林太太是不会允许自己写小说的 所以只好放弃了这次宝贵的机会 哭着回家 林太太看完这段回忆 觉得都是这个男生 带坏了自己的茉莉 于是找上门质问 朋友走时叫林太太 自己去看看 茉莉充满才气的小说 在下定论 林太太依旧执迷不悟 但正填错地错 自己肯定没错 随着记忆读取的越来越多 她也觉得茉莉越来越陌生 这是我听话 顺从的孩子吗 林太太求助于茉莉的心理医生 医生建议她以茉莉的角度 看看自己在生活中的样子 林太太听从了医生的建议 在一次读取记忆中 她看到了茉莉眼中的自己 在外人面前虚荣炫耀 在茉莉面前严厉打击 林太太这才意识到 使自己或使茉莉走上绝路 因为自己长期的打压 茉莉的心理早就扭曲崩溃 茉莉常常通过偷东西来排解压力 这种罪恶感让她感到自由 她还通过写小说 表达自己的内心 可是林太太 却把她最后这顶权利也剥夺了 茉莉无法挣脱林太太的祝福 只好自杀 最后林太太绝望地读了茉莉的小说 读取了她跳楼最后的记忆 她看到了含泪跌下楼的茉莉 和刚出生的茉莉 他们都是那么弱小 无处又可怜 父母对孩子的爱自然是无私 且能永远保持不结 但是不要把自己达不到的目标 抢家给孩子 因为它是你的孩子的同时 也是一个活生生的 有着自己想法的人 希望全天下的父母 能单纯地爱孩子 而不是以爱的名义 请伤害实施 以上就是本期老婆电影 为大家盖来的内容 老婆电影 每天都有新东西 喜欢就关注我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